人權團體求人權求生存 不過來看看很多的弱勢家庭 他們其實只求個溫飽 不過在現在這個社會 想要吃飽有時候可能都很困難 而新北市政府在這個時候 就宣布了一個創舉 那就是從明年元旦開始 將會在四大超商 提供學童免費救急餐 而且不限戶籍 也不限是不是低收入戶 只要孩童肚子餓 到超商留下個人資料 就能夠免費吃80塊錢的便當 不過這個舉動 雖然利益良善 但是也引起不少民眾質疑 這樣真的能夠實際幫助到 需要幫助的人嗎 明天元旦起 新北市長朱立倫 已經在四大超商 準備好新年賀禮 只要在新北市 18歲以下 家境困難 或是家中突然遭受變故的學童 隨時都可以到四大超商 飽餐一頓 當發生緊急的 的一個自由 而需要提供這個飢餓協助的時候 那我們緊急性的 臨時性的 來提供這樣子的一個措施 想要免費吃到飽 必須是18歲以下的學童 填完基本資料後 超商就會提供便當 飯 麵包等主食 不會提供零嘴 也不能打包外帶 之後在發票上簽完名 超商人員就會在24小時內 通報高風險家庭管理中心 幫助兒童固然是好事 但是資格審核過程漏洞百出 還有要如何才能界定 飽足食物為何 民眾對此反應兩極 我覺得這樣可以幫助一些小孩子 這樣很好 這個活動可以推廣 真的是需要幫助的人才給他們 不然這樣子會變成我們人民 在買單那些 就是不守規矩的人 加上麵包整齊排列 未來都可以提供給急難學童 幫助弱勢 但是避免浪費資源 其他縣市暫時不會跟進 只能看明年元旦一到成效如何 郁德TV 德育周恩柔 新北市報導